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人部门难以招落合适人选 报考人员不易考取理想职位 中央招聘制度成效不容乐观 有着善于公正而着于配对的中央招聘制度 自实施以来质疑声层出不穷 为避免政府部门任人为亲 却造成千人报考仅一人合格的情况 人员错配 资源浪费 行政低效被屡屡提出 中央招聘制度与预期效果相差甚远 政府应如何优化公职考试空间 做到人事配对 真正达到高效选拔人才 一起来听议员怎么说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新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实施政论节目 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今天议员讲坛邀请到的嘉宾是 澳门立法会议员宋比奇 欢迎宋比奇 你好 大家好 以及传新澳门协会会长韦浩峰 欢迎韦先生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有关中央招聘制度成效等相关问题 多年前政府部门任人为亲的现象 比比皆是引发社会不满 社会便要求政府采取更公平的招聘制度 因此中央招聘横空出现 其实不难看出它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因为一些措施的考虑不周 又低估了市民投考公职的一个抑郁 就引发了几千人争夺一个职位的现象 其实现在正值这个考试期间 其实对于这个中央招聘的成效 宋令员您是怎么看的呢 对于现时这个中央招聘来讲 其实是经过几次的修改 从这个修改的目的来看 都是正面来讲是好的 其实他也是想打造一个比较公平 亦都是比较给大家透明 亦都是给大家有一个更加好的机制 去投考公务员的 从这方面的目的性去看 理想亦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实际上从这个实行来看 在这个中央招聘里面 亦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现时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 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开考的时间 是比较相近 部门的开考量亦都比较多 形成了亦都会存在一个资源上浪费的问题 因为他预计是按照你的报名人数 来预计的那个课室 老师 但是去到现场考的时候 就可能考的学生就比较少了 可能出现了比一半还不够 有些甚至是9000报名 利得的只有三四千 所以形成了这个资源的浪费 亦都是令到现时的部门 是比较遇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大家亦都再次呼吁 是不是要对现时的公职的法 就是我们这个中央招聘的法律制度 再去检讨再去修法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修法来说 我觉得因为一个法律制度的实施 最主要是可以符合到 我们这个社会适用的要求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这个法律立了出来 用不了的话 都形成了一纸的白文 就是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觉得在中央的这个招聘制度 是我们这几年 是比较设立一个比较新的 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个制度 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执行过程里面 是可以因应这个执行的情况 是可以做一些即时的调整的 好的 其实这个行政工资局呢 近期也是表示呢 目前一个开考两个程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是在没有完全修订 职程制度的一个过渡性的一个产卧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韦先生也是曾经是资深的一个公务员 其实也是目前在做一些公务员的培训工作 其实对这个所谓的过渡性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其实在中央招聘或者现在的统考制度里面 其实都修改了两至三次 所以大家看到现在开考可能有些日期比较重叠 都是因为在第二和第三阶的阶段修改的时候 可能出现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可能他们没有去考虑得很清楚 而且在统考的合格率里面高达九成以上 而各部门亦都很需要人手的前提下 他们都会安排在周末周日里面一起开始这个考试 至于公职局的回应就是日后这个情况不会再出现 因为在第三次的修改里面已经考虑到 他们已经改为用一个学历的要求 其实就是配合最近在去年修改公职法的学历入职的要求里面 而再去产生 也同时修改在第二次出现一个挂勾的情况 即是说统考和考诸业史是不需要一次性的报名的 我自己看到就是说未来的日子 相信这个情况是不会再出现 就是说同一时间可能有很多个考试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是非常之严峻 就是说未来这三四个月 每位考生可能每个周末周日都要忙于去考试 也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参与到他们真的补到的所有的考试 到底在现在现有的制度里面 公职局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协调的角色 将所有的考试的时间或者地点做一个统筹的角色 跟各部门去商谈 希望各校生都可以尽量参与到他们现在所报的一些的考试的一些的职位 也都令到部门可以真的可以做到知人善任 可以找到他们相应需要的人才 好的 另外其实我们都知道宋议员一直关注本澳的公职招聘有用人为亲的一个问题 那么目前这个中央招聘制度是否真正的改善了这个用人为亲的问题 和填补了相应的漏洞 其实相关的这个监督的机制是否又跟得上呢宋议员 所以从这个制度的目的上去看 现时这个制度是比较大公平性 去给予我们现时的每个考生都是一个比较公平的机会 但是我们所说的用人为亲的制度 不是单单限于现时中央招聘制度的问题 是从我们整体的现时的公职制度去看 我们现时公职的制度不是只有中央招聘可以招人进去的 还有一些制度是仍然是给予一些的部门 是有一定的自由性或者是弹性 去招聘一些比较专业性或者是技术性比较强的人士 这些人士不一定说只是限于澳门的居民 非澳门的居民都可以的 但是从这个制度上去看 就是大家会觉得会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问题 就是我下面的一些普通人员的招聘 就很公平的 但是上层有些的制度 就不是用一个这样比较公平 或者是比较透明的方式去招聘 大家就会觉得公平性有这个差异性 所以我觉得在要解决 或者是我们要去针对这个任人为亲的这些现象 再去做功夫的话 就是要在这个中央招聘的这些经验基础上 去推进其他的公职制度的一个改善 才可以令到我们的现时的这些现象 是得到一个比较减低的情况 第二从公务员的这个管理的体制来说 实际上一个用人的部门 仍然都是要加强这些意识的酸度 为什么我们要确保一个公平性呢 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发展制度是比较重要的 对于政府的这些威信或者形象 都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在加强政府部门在这些法律意识 甚至在这些管理的意识方面 是要有这方面的加强 在监管方面 我们除了上下级的一个监管 其他横向的一些部门 亦都是要加强一些监管 部门与部门之间 其实现在我们的公职局 在招聘上已经是比较大的参与 往后在监管这方面 特别在人事招聘的监管制度这方面 我们的公职局层面 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权限 给他们可以介入去做一些 我们说的没有很大的审核 或者是一些资料再去审核 或者一些流程的审核 那这些是否可以有一个空间 给他们做呢 那第三 当然我们要再去靠更加外围的 就比如我们现在的联署 审计署 那这些的职能部门 是对于现时的公职招聘 这些的问题 也都希望有一个比较到位 或者是及时的一些监察 好的 那么此外呢 方间对这个260的考试方面 也是颇有争议 因为它涉及到各个部门的 这个专业要求可能都差不多 韦先生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现在260的 我们叫做技术辅导员的职情里面 其实他们都会分了三个不同的界别 包括有公众接待 资讯范畴 以及一般的行政和财务 看到最近一些考生向我反映了 其实各部门的专专业市里面 考的问题可能有些是涉及自己的专业范畴 但有些可能已经是离开了自己的专业范畴 例如有些是考普通的行政财务 可能会问一些关于资讯的保安系统的东西 在这方面我自己就有一些质疑了 到底市体 到底出的点子委员会的考虑是哪方面呢 而且在统一性方面我也有很多质疑 如果我是想考资讯范畴 我考到这些保安的问题 我想我因然接受 但如果我是考一些普通的行政财务 或者是公关接待的时候 如果考到这些问题 对考生又是否有帮助 也对考试是否真的公平 在这方面我自己的感觉上 在以前的中央招聘 在一次性的考试的题目里面 是会邀请10个不同的政府部门 包括公职局 去出试题和试卷 我相对地觉得这个情况 是较为合适 因为各部门有自己的做事的文化 或者自己工作的需要 如果在考出问题的时候 考题里面 比较广泛一些 去吸引不同的部门的需求的时候 是否对考生 考试的时候 那个标准会更加统一 还有在温习的时候 是否大家都可以 有一定的标准去做呢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提法 好的 其实在各部门市 也是各有各考之下 政府部门的这个也是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也是劳命伤财 那么其实社会就有声 就建议呢 这个综合能力市 以及所有的这个部门的专业市 应该是合众为一的 让考生只考一次比试 宋议员您认为可行吗 其实我们最早的制度 根本就是说是有一次基本的市 然后再一个专业的面市 后来就是拆开了 对行政体系的稳定性 也是不好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 其实我们在公职制度里面 是否可以做一些事呢 在制度的打通方面 令到我们公务员有一个稳定性 也都令到这些公务员 是一个向上流动的空间 或者是机会 那大家也都是 就是我不用整天花时间去想着 其他部门怎样考试 那也都可以将个心思 摆回在现有的 局的工作方面 这个对整体的 我们的公务 或者体系的发展 是会比较好 那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成本的问题 当然现在我们去报名去考 这个考生是不需要太大的 成本的负担的 它是一直只要有机会 它当然就去报考 但是这个成本我觉得 也都从行政的管理方面 要去思考 怎样令到我们的考生 在便利考试之余 亦都不需要一下子 考那么多的部门 是不是可以在流程上 再去看下 有没有那个缩减的空间 令到我们的考生 在考试 就是说不用说考那么多 我见现在的考生都挺陰功 一个人可能 这一个月要跑三四个部门 去报名之余 还要跑那么多个部门去考 每个星期都有考试 每一天都要温习 我觉得这个对考生来说 或者对我们的部门来说 都是痛苦的一件事 所以怎样在 这个公平原则的前提下 怎样去缩短这些程序 去令到达到我们所想要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都有空间可以去谈讨的 其实对这个问题 我想听听韦先生 您是怎么说的 在我的角度 可能我比较实慕 操作一些 因为做了公务员三十多年 其实反过来说 在第一次中央招聘制度里面 其实一次的考试 对于考生举办考试的机构来说 相对地 我自己觉得是较为公平 比较实际的 不过第一次出现了的问题 可能就是时间拖得太长 看到其实今次公职局统校里面 他也完善了他们的一个 考试的一个资讯科技系统 亦都是在改捐方面 或者是报名 通知方面 他也采用了一些比较先进的方法 例如一些APP 一些电子的报名手法 一些通知 不过我们看到 现在因为他分了两个赤士来考 变成在专业市方面 其他部门可能没有配合到这方面的进度 变成在前半段做得不错的地方 在后半段 我们又回到以前的情况 在我自己的感觉上 两个方案都可以考虑 第一 公职局用原始的方法 做统筹的角色 考一个事 令到学生不需要疲于斌命 不断考不同的事 加快了一个改捐的速度 通知的速度 在最后分配上 用一个更合理的方法 就是部门有权 或者是员工有权 优先选择自己原有的部门 不需要浪费时间重新学习 或者做一个资源错叛的情况出现 但你说 现在用这个方法是否不行 其实都可以考虑 不过我想公职局要提供一些协助 给其他相关部门 就是到底在资讯科技方面 apps可否一起共用 或者在改捐系统 可否提供一些技术协助 我相信考虑到资源的问题 可能很多部门没有这个预算 可能要买这个系统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我想就是说 刚才证言证言有说 其实这个纯粹是一个行政法规 要改其实问题不是说 好像一个法律 可能需要很多时间 因为看到其实2016、2017都改了两次 为什么政府可以 是不是这个时候 斩钉截跌地想一想 是不是要重新再考虑 这两个方案做一个整合 做一个更加流畅 既然现在的资讯科技已经配入了 而未来我们在讲一个智慧城市 我相信在考试上 应该都可以引入到这一方面 其实加快了公布结果的速度 我相信考生不介意一年 考一至两次 但是你叫他一个星期考三个考试 而这个会持续几个月的情况下 我感觉上 政府真的要在这方面要多考虑 无论在员工方面 在自己机构的用人方面 其实都是有利而无害的 好的 没有错 那么相关议题我们也是稍后讨论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议员讲坛 欢迎回来 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我们继续来探讨 那么澳门公务员招聘呢 自从采取这个统一开考后呢 就被戏称为现代科举 其实这场科举考试的程序 也是十分繁琐 成本高昂 少则用20个月 也就是差不多两年 才能完成一轮的招聘 其实这样的一个归宿的去招聘人员 是与政府的提倡的这个行政高效 是背道而驰的 其实政府应该如何去优化 才能达到这个高效的选拔人才呢 宋雪云 那么多人去考一个市 事实上这个就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有些科举的制度的这些形式 当然在考市 因为你人多去考就变成了涉及到改卷 再涉及到一个人力资源 和这个因旋的这个程序 必然就会多了和繁复了 所以在现在来说 正如刚才阿卫先生都说到 就是现在行政部门 不断用一些新科技 譬如我们是不是在报名的时候 已经是有一些系统 减散了报名的程序 好了 下来我们改卷的系统 甚至我们考试的系统 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些科技 科技来去做呢 我见或者我听到所了解到的 就是现在他们一般市的那些 就是我们公职局 现在做的那个考试 就已经是简化了 就是用的就是选择提比较多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方便改卷 后面的功夫就不用那么多了 所以这个也是缩减了流程的 但是现在分了两个市 行政公职局有这一套的体制 但是未必我们的各个部门的专业市 它部门有自己的一个系统 所以形成了前半个月是OK 后半个月就不OK 或者前半个月的时间短些 后半个月的时间长些 所以整个流程就仍然都是 结合来看都是长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方面 就是说大家在用这个新科技的同时 也都要去思考 以前就是一个市 现在是不是可以继续一个市呢 就是说由公职局去做这个一个市 就不是说好像以前这样 由各部门自己去做这个市 就是做这个不市 公职局统一做一个不市 然后用人部门去做一个面市 这个结合是否可以加快一点呢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去探讨这些程序 如何再去结合加快一点 不用说拖到那么长 至于用人部门 现在又不够人 又要等新招的人 事实上功夫是会受阻的 我们现在的工作量 社会的要求服务的量 亦都是这么多的时候 我觉得就不要说两头不到岸 就现在的部门 其实现在它都有一个反变的制度 对于现在有一些比较 还是年纪或者体力体能 或者各方面还是适合去做公职的 是不是可以继续去挽留呢 让我们这一班的同事 是可以继续发挥他的余力 但是我觉得要挽留这一班人 政府在体制上仍然要做一些功夫 因为你挽留一个人 虽然你说他有退休金 所以现在的薪酬又要低一点 我觉得又不可以从这个原理去看 因为事实上退休金是他前半截 他做的工作所应得的一个权利 现在他重新再投入这个工作 没理由工作量都是这么多的 那你的钱是少了的 那你这样的制度 是令到你很难去留到 一个人愿意在这里发展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公职制度里面 对于挽留人才这方面 仍然是要去做一些的处理 或者做一些的完善 令到这些人才是可以善用到 嗯 好的 其实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 就是这一个部门要等两年的时间 可能才会有一个新人入职 其实等这位新人同事要帮你减轻 这个工作的压力和负担要等两年 其实这个优化的空间可以说是很大的 其实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如何优化呢 是否可以借鉴就是临近的地区 或者是大陆的一个公务员的相关制度呢 梅先生 其实我们看回澳门的招聘制度里面 除了这个中央招聘或者同一开校 其实还有其他的机制可以选择 例如是一些比较专业性的顾问的职位 或者是一些比较紧急的一些短期合约的职位 我们都可以吸纳到一些公务员 或者是这个时候做一些的补充 或者交接的工作 但是问题就在于到底这些补充性的工作 的入职的条款是否公开 或者是否有一个可以加上一个自占制度呢 就是说如果我合乎这个资格的时候 可能透过简单的面试就可以入职 合乎资格的也可以报名 在这方面我觉得政府就没有很强烈的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导致到可能其实现在政府是在运用这个方法 去招聘一些入职的员工 但是数量真是寥寥可数 而且大部分人也在几千人 欠一两个位或者十个八个位的时候 而入职的时间也需要去到长达两年的时候 到底政府是否很善用这个机制 而去导致到现在 可以担心就是说每个人入职需要的时间这么长 到底在交接方面 在人员的士气方面 在工作的应付方面 是否达到现在特区政府的一个基本要求呢 我相信政府真的要好好三思和考虑这个方案 好的 其实我们知道此次的这个大的统考呢 只有九成的人都通过了 那么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筛选呢 看似可能有点像走过场一样 其实它的这个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其实不管是否政府所说的这个 目前只是一种形态上是一个过渡啊 其实对于这个中央招聘制度 目前我们可以完善的空间 到底能到去到哪里呢 宋宇员 对于这个中央招聘完善的空间 到底可以去到哪里呢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中央招聘呢 是一路走一路检讨一路完善 我都认同是一个这样的方式的 那好像其他的地方来说呢 其实更大的发展呢 成立一个考试局都有 那专门为这些的公职招聘 成立一个部门去做这一件事 那当然每个地方的制度不同 或者我们的背景不同 大家的取向都不同 那所以我觉得无论 怎样的一个发展都好 大家都要围绕回那个核心和原则在那里 就是说我们这一套的招聘制度 在公平也都要有一个效率 也都要达到我们所有人力资源方面 怎样去补充令到我们的行政体系 是可以运作到的 就不要说因为要公平的时间程序 它是复杂了 导致人手招不到回来 或者是招不到位的时候 令到我们整体的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 受到影响 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大家不想见到的 所以在公平合理一个有效的制度 是我们要去做这个制度 根本要出发 或者是根本要朝向的一个方向 那现在的公职制度 其实在这个中央招聘里面 其实大家都觉得是相对是比较公平的 因为有同一个考试 也都是由以前的单一部门去处理 现在变成了两个部门去 大家一起合作去做这个招聘 这个也是有效去防止一些任人为亲的现象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怎样去提升这个效率 我觉得是现在我们下一步 要去朝向的一个方向 在资源上怎样去到位 大家去配合去做好 是不是公职局的资源 和这个用人部门的资源 在招聘方面是否可以共用呢 正如阿慧先生所说的 是否有这些apps 或者有这些系统 是否可以开放给其他用人部门去用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去做的 在程序方面 就是说正如我们刚才所检讨的 就是说现在两个市 回复一个市 不过就不是说由原先的用人部门去做的 就由公职局去做的 那这方面由可不可取呢 我觉得也可以去思考的 所以在完善公职制度里面呢 我们仍然是要不断去检讨 去修改完善 令到我们这个制度呢 是可以去到我们所想要的这个目的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 韦先生您还有相关的补充吗 其实我自己觉得 统考这个制度呢 真是有它的作用的 因为过往可能自己部门自己开考 就是我们现在的年代就是这样 就很难排除了可能 因为我想有些心仪的对象 就会特别帮他 或者是在制度上可能会 容易他多些分 或者容易一些入职 但是我觉得统考这个制度呢 基本上它存在是有它的意义 还有有它的需要 但是至于你说在问题方面 是不是今次有这么多人合格 会否出了问题 是过于标准低了一点点 或者是可以提高一点点 令到大家对于一个通息 或者对特区政府 或者我们讲中国政府里面的一些 基本法的要求 不同的法律的素材 会比较知多一点点 可能合格率没那么高的时候 会否就导致我们更多精英 可以进入我们的政府部门 但是我们看回这个 其实统考的法律行政法规里面 其实我们有看到的 其实可能呢 各政府部门的专业市里面 都没有好好地去研究 其实在第五、六级 就是我们讲的习勤人员 其实公职局的要求 就是统考的要求 其实它只需要一个简单的面试 就已经可以入职了 其实在第四、五级 其实只需要考一个不市 其实面试都可以不需要 但是五、六级 即技术或者高技术 就是需要考尺两个市 才可以入职 但是很多部门 可能没有跟公职局好好地沟通 他们是否都要考虑几件事 可能是否会导致到时间会长了呢 这方面我相信 双方部门可以考得清楚 而公职局也可以多提点 跟当日双方部开多些解释会 告诉他们现在的问题 为何会这么慢 是否因为我考过习勤人员 又要考不市又要考面市 其实需要在哪里呢 为何要这么长时间呢 但是总管来说我自己觉得 现在用着这个统考这个方法 即中央招聘是绝对是可以导致一些人为亲 或者是在公平的角度 令到大众市民对于政府的一个威信 是绝对是一个帮助 也都希望中央招聘是应该要继续维持下去 不过宋议员所说 其实检到的空间还有很多 完成的机制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做的 我相信公职局在这方面 或者在政府里面都应该多考虑 和多与相关的政府部门去协调到底专业市 如何可以做得更快更好 好的 那么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地完善中央招聘制度 优化公职考试空间 真正做到行政高效 以达到社会期望之效果 今天多谢宋议员以及韦先生参与我们的议题讨论 也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议员讲坛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